欢迎继续收看VA卫视 中国今年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率为7.7% 经济减速引发了许多经济学家的担忧 他们认为如果中国不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 可能会以崩溃的方式达到再平衡 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减速不值得大惊小怪 中国新进公布的2013年经济蓝皮书的春季号说 经过30多年平均9.8%的增长 中国经济正在有结构型的增速时期 进入结构型的减速时期 导致中国经济减速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中国经济减速是否值得大惊小怪 今天邀请的专家是大西洋理事会的高级研究员 经济学家盖宝德博士 盖宝德博士欢迎你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就谈谈 就是现在特别是这一次刚刚公布了 中国公布了官方的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 这种数字以后 过去的一些担心 现在又浮出了水面 就是 特别是有很多人担心 就是说假如中国不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的话 那么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崩溃 崩溃以后再平衡 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这种说法有几个 我觉得矛盾 一个是中国是不是需要那么强的一个再平衡 失衡呢是不是那么严重 我个人觉得失衡有几个 一个是也许这个执照业太强 服务业是太少 在国内上的总值里面的比例 但是其他的这些不平衡 一个是靠出口 我觉得这个是完全跟历史性的统计 所表示的是不对的 还有太靠消费 太靠投资不够消费 这也是跟这个统计是有矛盾的 中国最近十年 这个消费 实际消费增长 都是把这个价格的因素 都拿掉了 它还是平均起来 接近10% 这个相当高 所以呢 就是什么回事 就是说中国已经有 消费引起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你有10%的这个消费增长速度 你需要相当大的投资比例 所以听起来有一点奇怪 国内上总是里面的消费的比例 要低 不然的话这个消费增长速度 不会那么高 所以现在我觉得中国 也许有新政府 或者他们觉得我们应该 不要那么支持 这个投资方面的 就是为了把这个 在野平衡 或者是把这个失衡的问题 都解决了 这是也许是一个大错误 应该还是需要投资 尤其是最近有很多一次性的情况 影响第一季度的经济 很重要的是 你如果看这个出口 很多人说这个出口还是不错的 因为同比看起来 还是这个相当速度是不错的 其实你看这个最近 把七个月呢 没有什么变化 出口就是平的 这是不健康的 这是跟这个欧元区的问题 还是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 也许不是那么快的 就比较强的影响 说到这个就是 这个经济增长是否健康 或者是说这个GDP 整个就是国民总产值的 这个数字 总数字的这个质量怎么样 它到底是不是一个 好的一个增长 刚才你谈到了就是这个消费 在整个的经济增长当中 占的这个总量 刚才你谈到就是 占了这个经济增长的消费 是占了10% 那么这个10% 增长速度是10% 增长速度的10% 消费里面 国内增长总数字里面的比例 是35%左右 就是说 这是家庭的消费 不包括政府的消费 如果没说错的话 美国经济的这个经济总量 的三分之二以上 是属于这个消费 那么在中国现在的 现在的这种GDP的 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一个 比较健康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了呢 你如果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国内增长总数字 增长速度快的话 你非有投资比例高不行 那这不是说这个消费水平是低的 相反的 因为全经济增长速度就很快 消费也是很快 你如果把这个消费比例 这听起来很奇怪 但是把那个消费比例 扩大 过十年 这个消费水平会更低的 因为整个这个经济 就增长速度就放慢 所以这有点奇怪 听起来是这样子 但是从经济里面的 尤其是经济生长 它靠投资 不管什么国家 增长速度就靠投资 或者是对人的这个资本 人类资本 或者是固定资像增长速度 或者是基础设施呢 你没有这个投资 你增长速度都没有 美国为什么消费比例那么高啊 因为它投资比例太少 所以它的增长速度很慢 就是很基本的这个关系 那中国的这个第一季度的 这个经济增长率公布以后啊 华盛顿这边的许多这个研究机构 和智库的许多经济学家呢 都表示非常的担心 那么其中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刚才你谈到 就是说这个减速 可能是有一些一次性的 这样的一些因素 但是在华盛顿这边 有一些其他的经济学家 他们认为这一次 中国的这个经济减速 它不是一个临时性的 这样的一个周期的波动 说它不仅仅是 全球复苏乏力所带来的效应 而是中国的增长模式的 出了一个问题 出了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么到底是出了 什么样的问题 那导致这个减速的 这个真正的原因 到底是什么 他们所说的这个问题 有几个方面 一个是他们觉得 中国的金融制度是不够自由 要放宽一下 要打开 这样就会增长速度都会好一些 或是稳定一些 他们也觉得我们刚刚说了 这个消费比例要提高 投资比例要减少 但是这些结构说法 跟我刚刚说了 我觉得这个经济根据是比较弱 中国是一个人均管理上当中 是比较低的国家 跟美国 跟日本 跟欧洲 比较的话 中国还很远 所以他有很多 他有很多的可以增长速度很快的好几十年 他们也觉得中国这个人口结构成问题了 国不久他们说中国这个劳动力就开始下降了 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中国就得解决了 但是这个下降的有人说已经开始了 但是大规模的下降的也许还有十年了 而且中国因为这个人口结构要有这种问题 还有年纪大的 退休的人多了 更需要投资 因为这个收入应该从固定市场出版出来了 所以没有投资这些方面就比较少 不能靠劳动力 所以这些说法我觉得 中国如果要把消费比例扩大了 而且做一些真识 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我觉得这是一个战略性的错误 另外就是也是不久前 中国刚刚公布了一个 2013年的经济蓝皮书的春季号 这应该如果没说错的话 应该是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研究机构 是一个研究部门 试科院的研究机构 对了 它这个蓝皮书说 是经过了三十多年的这样的平均差不多 接近十中国的增长率 9.8%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增长 说中国那个经济是 那个时候在增长 那是叫结构性的增速 说现在进入了结构性的减速时期 所以说现在意思就是要打消大家的这种担心 你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是不是就是说 官方是在刻意的就是来打消 特别是这个国际社会 对中国经济减速的这种担心 所以你们不用担心 我们这是结构性的 这个结构性变化 大部分的是说 因为你有很多农民 移民到城市 因为他们的这个成本就比较低啊 您的这个增长速度会很快 很增长 那他们说现在这个 打工的那个农民的数字 现在越来越少 所以这个成为一个问题 而是他们的工资越来越高 他们的成本又越高 所以这个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其实中国还是有35%的劳动力 还在农业里面做工啊 所以还有一个相当一个时间 这个可以 但是不是五年 也许十年后 会开始说这个打工的 移民的人数就会成大的问题 因为中国的投资还是比较强 人均生产力也提高了 所以呢这个成本也提高了 这不是因为从农民移民 搬到城市来的人就没了 或是不见了 还没到这个阶段 所以这个结构问题了 或是以前是中国经济成长 是一个结构性快速成长 现在就进入一个结构性 比较慢一些的生产时代的呢 就还早 而且怎么办呢 就是投资要多一些 要聪明一些 包括基础设施 包括投资到大学到高中啊 给中国的劳动力的这个成长力 把它提高更快啊 办法在那儿 不再把消费部分拉大 或者把投资的这个比例 在国内相产组织里面的减少 这个是个错误 也就是说还应该增加投资 对应该增加投资 但是在过去的很多年啊 这个中国的这个主管经济的领导人 比如说就是国务院总理 比如说那个时候 温家宝就多 在好多年前就提出来 要拉动内需 意思就是要让促进这个 民众的这个消费 要检视说是中国过去 那个时候的发展 是这个结构是不合理的 说是过多的这个基本建设投资 中国的经济是靠出口带动的 等等等等 那似乎和你这个观点不太一致 我有两个说法 一个你如果看清楚 总理在那个时候说的几句话 很多人说 你看他说我们要把中国的这个结构 中国的战略都完全改 可是你具体的看他说的是什么 他有这个阶段 这个也许这个下半年 或者未来一个季度 两个季度 我们就现在有 稍微通货膨胀的问题 什么的要改 第二个呢我个人觉得 他这样说是有政治性的意思 很多人相信 中国的消费比例太大 相信中国不够靠消费 因为很多中国人 他们说别人就富起来了 可是他说我 尤其是大学里面的教授 或是官员的人 他们都是 他们收入是定的 他们不是企业家 那看他们 他们看这个成功的企业家 都富起来了 他们说你看我 我怎么回事 或是帮农民 有这个新农村建设的项目呢 他们说我们需要一个 城市建设项目嘛 因为我就不是增加的这么快 其实他们的生活水平 还是增加的蛮快 可是他们有这种 一种红业问题啊 他们说我呢 我为什么不穷啊 那所以这个政治家 他们听这个 说我们理解这个问题 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很多人觉得中国是靠出口 其实中国的领导知道 他们不是靠出口的那么强 主要中国的 有效需求是国内的 他跟美国的波动 就关系是富的 就没有什么关系 不像日本 德国 泰国 南韩 他们都是跟 美国就咳嗽 他们就下降了 可是中国相反的 他就跟他自己的波动 因为他的内需 是自己做的 所以中国的领导 也知道这个 他们理解这个 可是他们得听 大部分的人 以为这是怎么回事 说嘛 哎呀 对 不要担心 我们这个问题知道 我觉得这政治内容 是比较强 还有很多问题 待会儿我们回过来 接着谈 我们现在有一些 中国的观众 希望参加节目 现在我们接一两个电话 有一位湖北的郭先生 湖北郭先生你好 喂 喂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听得到吧 听得到 请讲 我说首先是中国政府 对经济也好 跟政治一样 没有一个软井规划 比如说五十年 一百年 是吧 企业家也不知道怎么做 朝令夕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中国头十几年的发展 是一个自然的 什么都没有 他做什么都能赚钱 第二 在后十几年 靠房地产 以及基础受制的 一个出动 投资出动 现在几乎所有的投资行业 都到了一个瓶颈的时候 因为市场消费 它是已经出在一个 没有消费能力的 一个饱和状态 所以现在他找不到 一个明确的目标 市场行为也不知道 比如说投资人 也不知道跑哪里投 因为到处都是投资过剩 而且政府一旦投资过剩 政府自己他还有 国企抢民企的饭碗 这样来做的话 那民企赚到钱 他只有跑外套 没赚到钱 他也没钱去投资 也不知道跑哪里投资 因为没有一个 指向性很根本的 保利的一个经济政策 这个谁知道跑哪里了 明天他又变了 改了 你搞什么的 就像三两年的 光扶产业的发展一样 好 感谢湖北的国先生 发表你的观点 非常感谢 我们再接一位江西林先生 江西林先生你好 这个他这个报告 社会员这个报告 什么结构性的减速 这个是完全是个方唐的理论 这个是一堂怪论 中国的根本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放缓 我前几年就讲了 这个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有钱的人不需要消费 没钱的人要需要消费 又没有钱 这就5%的人掌握了 社会财富的7% 80% 这个问题根本就没有解决 现在政府更是没有解决 五一节的时候 习近平总书记跟工人讲 工人是先锋队 工人是倡造社会财富的先锋队 分配社会财富的时候 工人是先锋队吗 我想请问一下总书记 江西的林先生 好 感谢您打电话 进来发表您的观点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让您讲到这 刚才我们接了两位观众的电话 湖北的郭先生好像对中国的这种 就是现在这个经济政策 他感到迷茫 他觉得好像不知道该怎么做 你投资也不知道该怎么投资 你是怎么看他们这些观点 我觉得投资应该怎么做 他们有很多的想法 而且也是不错的 比方说有中国就缺的是住宅 当然你说空的住宅也是很多了 可是你看中国的发展阶段 它的人口增长 它的流动人口的要求 它需要的 它很缺的就是住宅 缺的住宅就是缺的技术设施 还有缺的就是交通的 很多人说 这么干嘛 那么多高速公路 但是最近这些高速公路 都开始慢慢就满起来 车台很多了 所以未来中国的人均资本 是美国的百分之十左右 所以中国缺的是资本 固定资产 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投资 所以中国政府有很多想法 而且他们也到现在 还是有一种 找融资比较好的一个做法 他是也利用这个银行制度 到有这些趋势 到公共投资方面的 这公共投资过大的话 私营的或者企业的投资 也够大 但是如果大家 但是有心理学方面都比较多 如果一些消费者 或者企业者 他就知道 政府他要减少他的投资 他的投资作用了 他们也就害怕 他们也减少一些 消费也减少一些 所以政府的这个角色 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他们有一个想法 他们也知道 应该投在哪 可是有这个结构 对调整的一个 我觉得错误的思想 也许影响他们暂时的情况 还有刚才的江西的林先生 他就谈到了说 谈到了这个消费的问题 就是刚才我们谈到了 这个温家宝提出来的 要拉动内需 就是要鼓励老百姓 民众来消费 刚才的江西林先生就说了 说那现在是需要消费的人 没有钱 有钱的人 不需要消费 就说现在是一个资金 或者是资源分配不公的问题 这是收入分配 收入分配的问题 谈到这 我想接着就是 刚才我们实际上 谈到一点这个 就是中国的这个经济 结构的这个问题 中国的经济 如何从 你刚才一直在强调这个投资 还是应该投资 但是中国经济在过去的 这几十年当中 一直是被认为 就是靠固定资产的投资 基本现实的投资 和出口来拉动的 这样的一个中国经济的 发展模式 我说这个是 那现在呢 就是说需要一直试图 要把它转向一个消费 或者内需这样的 为主的这样的一个 经济的模式 所以说现在就有人提出来了 说要提高中国民众的 家庭收入 在国民总值GDP里面 所占有的这个比例 说这是至关重要的 应该给中国的老百姓 提高工资 这样才能够促进 经济的发展 你怎么看 提高工资最主要的办法 就是提高劳动力的生产力 生产力不上升啊 你要加强他们的工作呢 这个到了后来 问题就很大 中国人收入不平等 最主要的这一部分 是农村和城市的差距 这是最大的 不是农村里面的不平等 也不是城市里面的不平等 是这个农村和城市的差距 反正这个差距 怎么把它解决了呢 最主要的 最有效的战略 是要把这个劳动力 把这个家庭 它的人从农村 就搬到城市来 在城市他们就可以 赚很多钱 跟农村里面做比较 所以这个怎么做呢 这个需要投资 这个需要城市 听起来奇怪 你要把农村贫困人口 消费水平低的问题 要解决的话 要鼓动城市化 城市化 现在住城市的 原来是农村出来的家庭 是一半以上的城市人口 现在 把一半以下的是原来城市的人口 所以把农村贫困问题解决了 就是要农民的人 搬到城市来 怎么做呢 这个需要投资 或者是在制造业 或者是服务业 在城市化里面的一些水平要提高 或者还要集出设施 水 路都要修 这样的话 可以把大部分的这些 现在最贫穷的人 把他们的消费水平提高 或者城市里面的工资不行 工资增长得相当高 相当快 接下来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该把道部说 我想请你谈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中国的政治体制 和中国的经济转型的 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都知道 现在中国的 目前的这种政治体制 目前的官员 他不是民选的官员 各级地方政府的官员 都是上级任命的 所以说这些地方官员 他们是要看 所谓的政绩 他们要被提升 他们就要追求 他们当地的GDP的增长 或者就是搞基本建设 那就说 要让我的上级 看到我这个地方 有什么新的东西 比如说在很多地方 就会出现官员 这届官员下来以后 当时他们修了什么样的桥 修了路 然后这个官员上来以后 我也要做出一个政绩 就是让人家来 让上级领导能够看得见 摸得着的所谓的政绩 那就是修路 架桥 建广场等等 而不是全心全意地去解决 居民的这个收入的问题 或者提高这种生活水平的问题 也就是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说假如没有这个政治体制的这种改革 中国的经济的转型能成功吗 对这是一种说中国这个腐败问题 说因为这个腐败问题 由这个官员是不是为了国家 而是为了地方的好发展而做工 而是为了自己赚钱 而是自己到比较高的好的工作的做的 每个国家有腐败的问题 我们知道从一些调研 中国从它的水平 发展水平里面的是还不错的 当然会有这儿还那儿一些事情就发生了 可是中国平均起来还是不错的 而且是不是地方领导呢 他们有这种权利能控制 他们这个项目的内容是什么的 不是那么强啊 都有或者是省一级的 或者是现一级的 或者是市一级的 也是国家一级的 有一些计划方面的 或者是发改委的 或者是很多地方发展改革的这个办公室 他们有很多这个程序 什么是一个好的一个投资 尤其是基础设施 或者我们这个经济里面的这个执照业 有什么未来的可能性 对就是一种工业 你的工业政策 所以都是成都的问题 但是中国从成都来讲 还是不那么严重 很多这个研究 我所看的研究是这样 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盖宝德博士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它就是在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当中 就提出来一些数字 就是比如说经济增长率 中国的预期的应该是8% 那么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 预期的就是为5.3% 欧美发达国家最高的预期不足2% 那么中国现在经济增长 到底是太快了 还是太慢了 这些国家增长速度都太慢了 应该说都太慢了 美国呢 欧洲他们有一些政治的矛盾 他们都靠这个预算这个赤字 是不是最大的问题 不让他们再增长 他们还是都是经济很大的问题 中国呢 可以超过8%的10%左右的 我觉得这没问题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继续谈 非常感谢大西洋领事会的盖宝德博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您的收看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VOA卫视 也欢迎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www.boachinese.com 浏览更多更新的影响报道